现在进入闸箱 那么第二场比赛 国产三岁纯续码 1550米 马匹驻扎完毕 比赛即将开始 U军们准备出发吧 好 咱们打开 现在可以看到排在比赛前面是 红色海一一号码 莲花光芒 现在领先的变成七号码 合力复兴 在外面还有八号码 英胜风度两匹马 差距在一个码头 第三位可以看到二号码 马匹现在要第一次经过终点 他们还有1350秒跑 第三位可以看到在外蓝 就是九号码 合力公主 后边还有六号码 七月 蓝色海一的三号码 中生奇迹 再联最后的是 四号码 长安郡主马匹 来到了第一个弯道 现在半个马 领先在前七号码 合力复兴 在这旁边是八号码 兴盛风度 马匹来到后边的直线 第三位四五个马 为之后二号码 马里奥 在这旁边就是 九号码 合力公主 后边还可以看到是 五号码 幸运公主和三号码 中生奇迹 战略最后的 还是白色彩翼的四号码 长安郡主 马匹在后边的直线 领先没有变化 还是七号 二局非常小 马上进入最后的直线 冲刺了 哪匹马能率先进入直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南方南节 在内蓝的是七号码 合力复兴 在外蓝就是八号码 兴盛风度 在半个马尾 紧接着第三位是九号码 合力公主 那么后面的马匹 还有绿色彩翼的六号码 七月 以及蓝色彩翼的三号码 中生奇迹 后面有红色彩翼的一号码 莲花光芒 好 马上最后三本米的直线 冲刺来了 一个马位领先赛前 七号码 合力复兴 紧接紧追不放的就是 八号码 兴盛风度 最后的250米 中间还有一匹 是九号码 合力公主 最后的200米 三个马位领先赛前 七号码 合力复兴 大踏步向前冲 一往无前 兵先优势 应该是没有全面了 七号码 合力复兴 向前冲 九号码 合力公主 在追 九号码 合力公主 在追 能追上吗 两片分差距非常小 最后经过终点 九号码 合力公主 还是七号码 合力复兴呢 我们等待一下 最后的终点确认 我们等待会儿 感谢观看